俗话说历春大过年 这么重要的日子 当然要开开运 给自己讨个好一头 而历蛋自然是最熟悉的动作了 只要鸡蛋站起来 就表示树立好运气 今天在首都举办的新春历蛋活动 就吸引了大批民众 全家总动员挑战历鸡蛋 希望新的一年好运滚滚来 今天是最容易历起来的鸡蛋 平时是比较难的 平时到12点才可以比较容易历起来 民众使出浑身解数历蛋 当鸡蛋历起来的那一刻 大人小孩都乐开怀 历春了 开鸡蛋了 开心啊 整家人都开心啊 除了历蛋祈愿好的开始 历春还有另一件要事 就是存钱了 华人传统上相信 历春存钱寓意年年有余 绝对是开运的好方法 整年的运程都很好 就是一直都有钱进 这样的意思啦 所以我就反正也没有不好 还是怎样就来咯 如果是存到钱的 每个赚钱的地方 每个人都要的嘛 每个赚钱机会 每个人都需要 民众耐心的在银行排队存款 其实除了讨个好一头之外 更希望坚守传统文化 让华人的习俗代代相传 就像那边带不了 带走 这样的如果 justamente 我能给大家党建栩 成货 领红 好像 物刺 已不受用 罢了 發